念大学做什么? 欢迎来到Hello大夜 Hello大夜带你探索学习的世界 大学究竟在学什么? 每个礼拜四Hello大夜为你介绍一个科系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秦秦 自2012年台湾烘焙剂饮品产业就有超过1000亿元的产值 2013年若涵盖外销大陆市场 台湾烘焙饮品产业估计可达5000亿元 台湾烘焙剂饮品产业正蓬勃发展 所以烘焙产业人才培育、技术研发 提升永续经营发展是刻不容缓的 今天的Hello大夜就要带领大家来认识 大夜大学烘焙剂饮料调制学士学位学成 今天的节目来宾邀请到大夜大学烘焙剂饮料调制学位学成的 袁文祥助理教授 袁老师是国立嘉义大学休闲事业管理学系硕士 专场是旅馆管理、餐饮食物及饮料调制、餐旅服务等 他更常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指导的学生在各项比赛中拥有不错的表现 期待今天袁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烘焙剂饮条学成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请袁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烘焙饮条学士学位学成的 袁文祥袁老师,大家好 烘焙剂饮料调制学位学成 不只是学习理论知识 更提供多元的食物训练 可否先请袁老师跟大家介绍 烘焙剂饮条学成的教学特色 以及如何培育学生成为烘焙与饮条专业技艺 并拥有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 我们可以从这学成学系的名称 烘焙剂饮条这两个类群 看是一个比较不相干的一个职类 他们所结合而成的 其实我们可以从时下 所看到的一些消费的业态 比如说从星巴克 巴蜀杜西 甚至最近比较串红的路易莎等等 他们一开 他们都是以烘焙跟咖啡茶饮 完全的结合在一起 慢慢的才会让人家感受到 原来这两个是 虽然看起来不同相干的一个职业产业 他们在人们的生活形态改变 生活素质提升之下 慢慢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一些结合在一起之后 因此我们在大业这边的学程 已经把这两个职业类别合并在一起 所安排的所有一些课程 包括在烘焙项目当中 他有一些很多像面包制作 欧式面包的制作 西点制作 中式点心的制作等等 还有蛋糕制作 还有蛋糕的装饰 还有巧克力制作等等 这些师作的课程 还有伴随一些理论的课程 比如说烘焙发酵原理等等这些 再加上饮料调制的课程的项目当中 他还有饮物管理 饮料调制 养生饮品 咖啡与茶类的调制等等 还有最后还有酒类 以及葡萄酒的赏息等等 再让同学可以在这四年的修课当中 休息课业当中 可以学到烘焙跟饮料调制的基础 一直到进阶的各种相关的课程 对于未来职场的衔接 都可以迎刃有余 烘焙剂影条学程 包含烘焙技艺与餐旅管理两大面向 属于管理学群 跨油气运动学群 想请问袁老师 什么样的人可特质的学生 适合念烘焙剂影条学程 那就读烘焙剂影条学程 系上会辅导学生考取哪些证照呢 我们从他的学群的归属上面 他依旧还是属于餐饮 餐饮类群的部分 那属于餐饮业服务业 所以我们的职业属性 必须都会需要去跟客人有所接触 跟面对面 不管你在产品的制作 生产甚至服务消费者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的同学必须要尽量 用一颗比较开放的心情 哪有能够与人接触 与人交谈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产品 以及我们的良好的服务 呈现给消费者 给客人 那将来在进入职场之后 才能把自己本分内 应该尽的责任任务完成 而在这四年当中 我们都会规划所有课程之外 所对应的相关的证照 比如说饼干 饼集 这是劳动部的 然后点心 蛋糕等等 甚至还有饮料调制 这些饼集 的证照的考取 未来在毕业 甚至未来实习 四年级的实习 可以直接跟职场去接轨 才不会说 我们在毕业之后 除了学习一技智能之外 我们没有伴随而来的 证明我们所学习的 专业的这些技能 的一个证明 如果这样的证明的话 对于未来在工作 求取上面 寻找上面 业者上面 他们会比较倾赖于 这样的一个 学生的一个能力跟程度 最后想请袁老师 为大家介绍 烘焙剂影条学程的毕业出路 是否选择升学 就业或是创业 可以往哪些方向去发展呢 其实最主要还是在于 学生他们自己的个性 属性上面 有一些他可能就 学有专精之后 他会比较 刚开始他可能会先到 出事提升嘛 他会先到业界里面去 磨练他的各方面的技能 虽然说学校 毕竟学习的 学习的方向 跟业界上面的方向 会有一些些的出入 因为业界上面保持的 一直跟消费者的接触 上面会比较热络 所以比较能够了解 消费者的需要 所以很多同学 他们一开始毕业 当然会先从事在就业方面 取得一些社会历练 甚至市场的动向之后 那他们会再慢慢的去 寻求在自行创业 或甚至类似做一些工作室啦 或是做网络销售等等 这些 他们可以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 那针对在教学方面 我们以往往年都会请一些 比较知名的海外的厨艺学院 或是一些外籍的一些师资 点心蛋糕烘焙的这些师资 来学校做一个示范教学 那至于在未来 我们在学制方面 我们会有一个双联学制 就是两年在学校 两年出国 我们有跟法国的 费安迪厨艺学院 做一个合作 那在这两四年的求学当中 可以取得 两个学校的学位 当然在这方面条件上面 就一定要有一份的 一定的基础 比如说在语言上面 还有在于你的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的部分 一定要符合 法国非常地处于学院 他们的需求 要求 我们才有这样资格符合 这样的一个条件 去到法国去求学 希望有益的同学 可以往这个方面去 实行自己的梦想 往年已经陆陆续续都有 好几位同学 达成这样的梦想了 在学生的创业的部分 那有赖于学生们 他们在求学的这三年当中 所以课程上面的学习上面 已经学有专精 那在大四的规划上面 会有一年的校外实习 那在校外实习的过程当中 他们已经慢慢都去接触 业界的一些工作的属性 然后市场的动向 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等等 那慢慢会去观察 消费者的需求 那有这样的需求之后 他们比较勇敢于尝试 勇敢尝试去 接受消费者 这样的额外的需求 订单 那他们才会开始尝试说 是否他们可以自行去做 这样的一个小额的销售 慢慢地增加他们的销售量 慢慢地增加他们的业务量 从而慢慢开始变成一个 销售量很大的一个网路行销 网路销售的一个案例 那现在越来越多毕业的学生 他们都比较敢勇于去尝试 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模式 因为他毕竟不需要太大 一个固定的店面 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设备配备 还有他最主要 他能够在这学习 这四年过程当中 他所学到的 把他学以致用 谢谢袁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介绍 哈喽大业 我们下礼拜四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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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大业每天都有新鲜事 哈喽大业每个星期次 与你空中相会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一手掌握大业的大小事 也欢迎在Facebook YouTube 追踪大业大学 或大业人新闻网哦 我一位 请你踏大业人 小 marketing